3 2 1 开始 引空星获得开启选的吹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熊猫TV平台 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世杯 中式巴球国际公开赛 中国区选拔赛 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下午好 我是张庆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 是准备上场冲球的 来自内蒙的球手尹鸿兴 对阵同样 在北京户籍 但是也是出生在内蒙的王小倩 对 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 在我们的附加赛 双败淘汰比赛当中的胜部的比赛 谁获胜 谁将晋级到比赛的第一阶段 输球的一方 在今天稍晚的时候 还将有一场复活赛 比赛采用13局7胜 80分钟限时 双方远流冲球 王小倩呢 1975年出生 也是我们中式八球界 被球迷朋友们亲切称为的 这个753节 其中一位 另外两位呢是余光宇 以及乔凤伟 年时 那我考考你吧 这个斯诺克753节是什么 苏星元 张庆勇 奥萨利文 西金斯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谁来着 奥萨利文 还有大马威 西金斯 大马威 对 马克 梅连姆斯 你要说成大V的话 我会想起网球了 上来架杆推进花球 但是现在这个白球的位置 它屏幕下方 底带 上方的话 这个位置 看一看王小倩的想法 是不是要借力 这个位置借力的话 还是不太好去借的 还是要打 就是保左边底带 再发力 根本太轻 两球之间距离太近了 对 而且非常薄 白球的动能啊 很难在这个 最大化的时候 撞低到这个进球点 感谢观看 还是想递干去帮对方带口球 现在看右上方饼带 丝毫就能不能看到 就是粉色的四号球 其实如果打一的话 难度还是很高的 最差也要堵到带口 十秒 因为现在尹鸿云也在想 严实 这七号就不能动 一号球打了又可惜 因为七号就在带口 最后可以尝试传球 就是没办法 必须要选一刻 看中带这个角度 有没有机会可以叫到屏幕右边 这感觉运气了 自己也没有想到 非常好 只要要答应 場里面 还致浪 还是要扫裤边 摆桥上去 这样的话 王小倩在屏幕的上方 那颗9号 还是对方单侧9号 牵着的位置还是比较多 谢谢大家 通过这两个安的一个防守 将王小倩在左边带口的两颗球 都完完全全的 跟自己的单色球 纠缠在了一起 王小倩肯定还是要尝试 紧密地将自己的局面打开 并且现在从画面上来判断 右边5号球上方的黄音 有可能都是没有下的 有没有的打 确实没有打 还是必须要控制局面 没有好的机会进攻 控制一些白球 让对手呢 也是没有进攻的机会 没有任何人打开 没有挡到 露了机会 刚好戴口 可以去传一个 还是要争取先去叫双方 单独那颗球 比如现在打15上去 用10号去叫 或者直接就用15号去叫 太轻了 还是要强行进攻 12球一个反角 带低竿 继续 还是低竿 终取白球能够拉到中线腹肌 第一局 王小倩胜 比分一比零 谢谢 以上 大概是 以上 终取白球能够拉到中线腹肌 只需要 点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刚才镜头给到王小倩在冲球的时候 在冲球杆上做了一个小套桶 也是减少摩擦阻力 对 冲的局面不错 3号就右上方顶带 左边中带都有下 没有选中带 打六再过度 刚好10号跟12号缝隙中间 也能够利用红3向下来交易 这感觉看会不会直接来叫红1 再走 中带刚好 力量 反赛多 力量大 7号应该是不够了 要不要尝试一个跳杆 而接下 谢谢大家 10秒 延时 隐红星这边 没有什么特别好上手的机会 而且对方左边 下方底带有一个代考球 对于他的进攻压力 也是非常大 就算是可以利用打自己球 然后低竿回来 把对手的黄毅撞进 但是右边的这个七号 中带还是有这个进攻的 要么要一个打带跑 右上角 主要控制主球的位置 对 就是挡住你 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漏了吧 最起码可以扫后边 对 最差可以扫后边 左边边裤 这一锅 效果不错 极效果了 刚才那个宇宏星 也确实没什么太好办法 第二局 王晓先生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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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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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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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